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标准依期货交易法 以下简称本法 第45条第二项及第55条规定定之 第二条 期货结算机构之组织形态 除由期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兼营者外 应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期货结算机构之设置 第三条 期货结算机构之最低时收资本额为新台币10亿元 第四条 期货结算机构发起人 应于申请许可时 向本会指定之金融机构存入新台币2亿元 该存入款项 得以政府债券或金融债券代之 前项之金融机构为经财政部核准经营保管业务之银行 第一项存入款项 经许可设置者 于公司办理设立登记后 使得动用 并除自行撤回或未经许可设立或经撤销许可者 由本会通知领回外 该款项不得分善存放 办理挂施或解约 存入之任何标的及其保管凭证不得设定担保 且非经本会核准 不得提领或调换 第五条 期货结算机构之设置 应由发起人简据下列书件 向本会申请许可 1.申请书 格式如附件1 2.章程 3.发起人名册 格式如附件2 发起人会议记录记发起人无本法第28条规定情势之书面声明 4.场地 人力极软 5.硬体设备情形说明 5.发起人需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者 其核准之证明文件 6.以依前条第一项规定存入款项之证明文件 7.营业计划书 7.载明业务经营之原则 内部组织分工 人员招募与训练 开业当年度及其次年度财务预测 8.期货交易所或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提供其他期货市场之机构出具委托办理结算 资讯交换之证明文件 9.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第六条 其货结算机构申请设置许可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本会得驳回其申请 1.申请书件不完备或应记载事项不充分 精通知限期补证 于其未能完成补证者 2.申请书件有虚伪不实之记载者 3.有违反公共利益或影响其货市场健全发展之余者 4.其他违反本法或本标准之限制或禁止规定者 第七条 其货结算机构之设置 发起人应自许可设置之日其六个月内完成公司设立登记 并检据下列书件 向本会申请和发许可证照 1.申请书 格式如附件3 2.公司执照影本 3.公司章程及业务规则 4.申请日前一个月内经会计师查和签证之资产负债表 5.股东名册 6.董事 监察人及经理人名册 7.董事 监察人及经理人登记表 格式如附件4 既无本法第28条规定情事之书面声明 8.董事会议实录 9.以缴存营业保证金之证明文件 10.场地及设备测试运转良好之证明文件 11.结算会员之资格及名册 12.内部控制与内部积核制度 13.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其或结算机构未于前向其间内申请和发许可证照者撤销其许可 11.但有正当理由 11.在其限界满前 11.得申请本会延展 11.延展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11.并以一次为限 11.第八条 11.其货结算机构申请和发许可证照 11.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11.本会得不予和发许可证照 11.申请书件不 11.不完备或应记载事项不充分 11.经通知限期补证 11.与其未能完成补证者 11.申请书件有虚伪不实之记载者 11.其未具备足构厂所及妥善设备 11.已进行其业务者 11.未具备称职人员 11.已进行其业务者 5.有违反公共利益或影响其货市场健全发展之余者 6.其他违反本法或本标准之限制或禁止规定者 11.本会为评估前项第三款规定情势 11.得要求该结算机构恰请专业或公正人士进行评估并出具鉴定报告 13.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货结算 13.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货结算机构业务者 13.应先经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 13.并应以其货交易所或机构名称申请之 13.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货结算机构业务者 13.应依第三条锁定金额 13.只拨相同数额之专用营运资金 13.其时收资本额如有不足时 13.应办理增资 13.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货结算机构业务者 13.应设立独立部门办理之 13.依前向设立之部门 13.其营业 13.财务及快计应与独立 13.其货交易所申请兼营其货结算机构业务者 13.应检据下列书件 13.向本会申请许可 13.申请书 13.格式如附件5 13.章程与业务规则 13.场地 人力及软硬体设备情形说明 13.以依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存入款项之证明文件 13.营业计划书 13.载明业务经营之原则 13.内部组织分工 13.人员招募与训练 13.开业当年度及其次年度财务预测 13.内部控制与内部机核制度 13.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13.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或结算机构业务者 除检据前项规定之文件外 并应检据下列书件 13.向本会申请许可 13.公司执照影本 13.公司张成 13.最近奇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之财务报告 14.股东名册 15.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名册 及其资格与身份证明文件影本 6.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登记表 格式如附件4 既无本法第28条规定情事之书面声明 7.董事会议事录 第13条 其或交易所或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或结算机构业务者 应自本会许可之日期6个月内 检据下列书件 向本会申请和发许可证照 1.申请书 格式如附件期 2.公司执照影本 3.公司章程 4.申请日前一个月内 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之资产负债表 5.股东名册 6.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名册 记其资格与身份证明文件影本 7.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登记表 格式如附件4 既无本法第28条规定情事之书面声明 8.以缴存营夜保证金之证明文件 9.场地及设备测试运转良好之证明文件 10.结算会员之资格及名册 11.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11.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货 结算机构业务 未于前向其间内申请和发许可证照者 撤销其许可 11.但有正当理由 在其限界满前 得申请本会延展 延展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并以一次为限 第十四条 第六条及第八条之规定 于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货结算机构者准用之 第十五条 其他机构申请兼营其货结算机构业务者 应于申请许可识 向本会指定之金融机构存入新台币2亿元 该存入款项 得以政府债券或金融债券代之 前向之金融机构 为经财政部核准经营保管业务之银行 第一项存入款项 经许可设置者 使得动用 并除自行撤回或未经许可设立或经撤销许可者 由本会通知领回外 该款项不得分善存放 办理挂施或解约 存入之任何标的及其保管凭证不得设定担保 且非经本会核准 不得提领或调换 第四章 负责 第十六条 其货结算机构之申请事项如有变更 应及填据变更申请书连同有关书件 向本会申请更正 第十七条 其货结算机构申请和发许可证诏时 应缴纳证诏费 其为设置者 应按时收资本额四千分之一计算 其由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兼营者 应按指拨之专用营运资金四千分之一计算 第十八条 本标准自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六月一日施行 本标准修正条文 自发布日施行